嗨,大家好 这个视频主要是介绍一下 帐展网管 经常使用的一些英语术语的中文解析 我是做英文网站设计的 也做外贸的SU的优化 那么工作中经常碰到一些英文的术语 现在呢就把它总结一下 如果您是跟网站工作相关的话 不论你是帐展或者是网管 那么相信这些经常使用的英文的词汇 对您会有帮助的 有很多从事SU搜索引擎优化 或者是亚马逊网店 或者您是做社交媒体的推广 博客的携手 外贸SU 那么经常会遇到很多英文术语 这些术语的话大家经常用 但是要是问您这些术语 它起源是什么意思呢 有些员工不一定能够明白 所以呢 我就花个十几分钟的时间 做一个介绍吧 那先是做一个自我介绍 我是盛老师 是专业的SU搜索引擎优化专员 中英文网站编辑 网站设计与建设 那现在我们就开始 下面对应的中英文的 专业的英文术语的解释吧 Web Development 网站开发 网站建设 Static Web 静态网页 Dynamic Web 动态网语 HTML 经常听说HTML HTML是 Hypertext Markup Language 超文文语言 Non-responsive 不能够自动调整 浏览器的网站 比如说有的网站的话 它在手机屏上就是 显示 不能够按照 手机屏的小的 显示器来进行调整 另一个就叫做 Non-responsive 如果说 您说的网站是 Responsive 就是电脑屏和手机屏 可以自动调整 切换的 PHP 它是 Hypertext Processor 是超文文语处理程序 PHP 那么我们经常说的 JSP是什么意思呢 是Java Server Pages 是Java服务器的页面 JSP ASP是什么意思呢 它是Active Server Pages 动态服务器的页面 HTML for Dummies 它是HTML Generators 是HTML基础上生成的 编程程序 像是大家用的Dreamweaver Adobe Go Live Microsoft Front Page 都是HTML PHP Generators 它是什么意思呢 它是PHP基础上生成的 编程程序 它的英语的全写是 PHP for Dummies 那么我们使用的 WordPress CMS搭建的 网站 或者是Mambo Rupel 或者是Zoomler 那么这些呢 都是PHP基础上生成的 编程程序 CMS也是我们经常做网管 或者是做站长 经常用到的 那么CMS是什么意思呢 它是内容管理系统 它的全称呢 是Content Management System 像是我们登陆网站的后台 那么进行文章的 上传 编辑 删除 图片和视频的上传 编辑 删除等等 那么CMS是内容管理系统 Content Management Application 内容管理应用程序 这个就是App 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App Content Delivery Application 内容传送应用系统 这又出现了一个词 叫Application 也就是App 应用程序 Database 数据库 那么我们很多网站的信息呢 都是由数据库来构成的 Database Hyperlinks 超链接 Hyperlinks 就等于Path 等于Direction 那么链接呢 它有两个词 相对应的一个叫做 Relative Hyperlink 相对链接 还有一个呢 叫Absolute Hyperlink 叫绝对链接 我们做网站的应该是明白 相对链接是指网站的内部的链接 这个Absolute Hyperlink 是绝对链接 比如说 我做的一个个人的博客网站 叫3wseosolutions.site 那么这个网站呢 它就是一个绝对链接 如果说在这个网站内部 内部链接之间 进行点击啊 然后是推荐啊 等等 那么呢 它就是属于内部链接 直接是进入 susolutions.site 这个网站呢 会免费的下载的 本服务器上的视频 叫Internal Video 那么Internal Video呢 是指把你的视频呢 放在你网站托管的服务器上 这个比较占用你的服务器的空间 那如果说你不把视频 放在托管的服务器上 那么就叫做External Video External Video是外部链接视频 那么Internal Video跟External Video 它们的优缺点呢 是那个内部 就是本服务器上的视频的话呢 它没有广告 特别是在 就是说它的播放的速度呢 不一定是调用的速度非常快 但是它对那个SEO呢 的效果呢不是很好的 但是External Video呢 是外部链接 把你的网站呢 上传到其他的视频网站上 然后把链接呢 给做在你自己的网站上 那个呢就属于External Video 它不占用你的服务器的空间的 更有一些点 但是外部链接的话 往往会有广告出现的 特别是在中国的一些 这个视频的网站上 如果说你在国外的YouTube上面 倒不一定 如果说你做了一个外部链接的话呢 直接它直接就是调配它的 你的这个视频 它没有广告的 那如果说您是从事网站 网管这个站长工作的话呢 跟网站相关的一些职位的一些 英文的词 我再把它裸列一下 Careers in Web Development 网站程序员相关的工作呢 它有Web Designer 网站设计师 Web Manager 网站管理 Web Developer 网站开发员 或者是网站程序员 Web Programmer 网站程序员 Senior Web Developer 高级网站开发员 Senior Project Manager 高级项目经理 Web Team Manager 网站团队经理 Sidemap 网站地图 这也是经常用到的 现在把它做一个 网站地图的架构图 能够直观地展示一下 这是Sidemap 网站流程图 英文叫做Story Board Story 故事 Board 像是一个版 Story Board 网站流程图 它往往呢是 在人初步构思的时候 还不成形 那么你把你的idea 用一种图形 这种前后的顺序 把它给手写画出来 这样能够帮助你 理性自己的思路 往往呢还会有一些更改 这个呢 示范呢就叫Story Board Human Computer Interface 人与计算机的交流界面 Human Computer Interface 现在呢都非常讲究 网站的用户体验 那么Interface 这种 这个UI 它的前端的 这个设计 这个直接就反映了 你的用户 Visitor Centric 读者为中心 我们说现在很多网站 都是以读者为中心 用的非常的多 那么它就是英语 叫做Visitor Centric Browser Compatible 浏览器兼容 浏览器兼容很重要 因为不同的浏览器 或者是你的网站 不兼容的话呢 有可能开 Intuitive Navigation 直观导航 Intuitive Navigation 为什么说很重要呢 因为如果网站设计的 合理的话 读者根据自己的直观 就能够找到 他所要的一些信息 否则的话呢 你的门呢 会觉得非常的多 他要开几扇门 分级来进入 或许呢 会增加 就是读者的这个感觉 不一定会非常好 所以这个Intuitive Navigation 凭着直观来进行导航 购物车安全 叫SSL Secure E-Commerce SSL的缩写呢 是Security Socket Layer 这个呢 是非常重要的 它翻译成汉语呢 叫做安全套接纸 也就是简称的 叫做加密通信协议 SSL 我现在举两个例子吧 给大家一个解评 你先看一个百度的 这样一个 这个打开的一个 浏览器的一个界面 你会看到 它前面有一个 红色的方框 说不安全 那么它就说 说百度的网站上 没有SSL 没有安全证书 那么也就说 你在百度上操作 浏览信息啊 它是外界可以监控的 那么如果说 你在打开谷歌的网站的话 你会前面发现的 它是HTTPS 它就是有SSL的证书 也就是说 你通过谷歌的搜索的 浏览器的界面 搜索出来的信息的话呢 不是被外界进行监控的 你是处于安全的 因此呢 你特别是在网上 进行信用卡交易 这个网上购物车 购买东西的时候 你得要看 它有没有这把锁 如果有SSL证书的话呢 那么你的网上交易 信息是安全的 否则的话呢 就是处于不安全的状态 No technical problems 没有技术问题 我们经常说 No technical problems 那么像是Broken links 或者是Buggy scripts 那都是属于一些 小的技术问题 Maintainable 后期维护 那么建网站呢 前期花的时间呢 其实并不长 而真正的长期 矿日持久的工作是 Maintainable 是后期维护的工作 并且你的网站呢 要方便后期的工作 因此这个 Maintainable这个词用 是非常多 Search Engine Accessible 搜索引擎检索 Access是进入 Search Engine Accessible 就是搜索引擎检索的意思 那么能够支持的 视频的格式 Supported Video Formats 我们知道 视频格式都比较多 一般来说 网站上通用的 视频的格式是MP4 Megapack Full Part 那么其他的 还有一些格式 像是AVI 是Windows Media FLV 是Flash Video MOV QuickTime Video SWF 这种格式是Shockway 下面这个词 URL 相信大家都非常的熟悉 一说URL 大家都知道 它就是网址的 那么URL 它的全评是 Uniform Resource Locator 是统一资源定位器 网站就像是 你的家的大本意 那么你做那个 Social Media 你会在外面 发很多的信息 但是万变不利其中 而最终的归根结底 是跑到你的家里面去 因此你的URL 就是你的网址 因此它说 它是Locator 是定位器 互联网协议地址 我们说IP地址 经常说IP地址 什么叫IP呢 原来IP就是 Internet Protocol Internet Protocol Address 这个就称之为 互联网协议地址 所以根据你的IP地址 能够知道 这个用户来自哪个地方 可以你的位置 能够定位的 Browser 浏览器 这个词太熟悉不够了 大家经常用 你像是Safari Opera 火湖 Firefox Google Chrome MSN 等等 都是不同的浏览器 Monetary Extensions 币装的插件 Extensions 是往外延伸 那当然做网站 网管 或者是站长的话呢 你肯定要设计到一些 插件的 这个安装和删除 那么插件呢 叫Plugin 也称之为 Extensions 那么比如说 有的这个插件 TinyMCE Contact Form 7 Really Simple Capture Media Library Enhanced Media Library 这些呢 都是必须要 网站后台要 安装的一些插件 他们就称之为 Manetary Extensions Widgets 这个词是小工具 Useful Widgets 也是经常用到的 你像是 Black Studio Tiny MCE Display Widget 那么我们说 Widget 就是小工具的意思 这是网站中 经常用到的 一个常用词汇 Plugin 是插件 刚才我们说过 插件呢 就等同于 Extension 好 希望我们这十几分钟的视频 网站介绍 经常用到的一些 英文的术语的中文解析 对于你的工作呢 会有帮助 如果你想要免费下载的话呢 你可以到 3wseusolutions.site 网站上去免费的下载 希望我们的 这个小视频呢 对你有所帮助 设计网站 为我所用 优化网站 经验分享 成长你的年轻品牌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请点击关注 点评 或者是转发 如果您对我视频中的一些内容 有些什么观点 或者是意见反馈的话 你也可以扫描我的微信 二维码跟我取得联系 我会很乐意 跟你进行进一步的交流的 下面呢 再做一下预告 我做的这个系列的 网站建设和网络营销的 视频的教程的话呢 以下还有20多集 如果您关注我们的话呢 你会发现他 对你的这个网站设计和 网站的后期维护 会有些帮助的 那么他的预告的主题都有 如何搭建购物车商城网站 教育培心理网站 你改版的时候要注意哪些问题 怎样搭建英文网站呢 中小企业主如何自主搭建网站 如何在网站上设置联盟销售代理 什么叫联盟销售代理呢 就是说你建了一个网站 你又不想直接聘起那么多的销售代理 或者说由于地域的条件的限制 那么你不会有全国各地 或者世界各地那么多的销售代理 来去帮你做 那怎么办呢 那么你就是在网上 网上设一个销售代理 这样的话呢 不同的销售代理通过你网站上 链接销售数据的产品呢 在你的后台呢都会有反应 因此呢 你是完全按照支付佣金 来去设置的一个独立的销售代理 这个就是如何在你的网站上 设置销售代理的系统 那么怎样提高网站的用户体 中调企业网站如何做好后期维护 怎样学习网站建设常用的英文术语 我刚才呢做的这个小视频呢 就是常用的英文术语 那么怎样做好搜索引擎优化 外贸企业如何做好SU的优化 如何学好SU搜索引擎优化呢 怎么来评估一个网站呢 如何做好谷歌的点击付费推广 怎样进行网站转化率的优化呢 怎样做好网站的外链 如何做好网站内容营销呢 怎么能够写好软文营销 如何做好视频营销呢 怎么来学习数损引擎优化 常用的英语术语 如何做好国际社交媒体的优化呢 比如说Facebook LinkedIn Instagram Pinterest Twitter G+. 那么如何去为自己的美国亚马逊商城做推广呢 怎么做好电子邮件的营销 成功网络营销16规则 怎么学习好网络营销英语常用的术语呢 希望我们下面的一些小视频对面会有些帮助 谢谢你的观看 再见 再见